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MoX Sir 今天會跟大家說的課題是 《雲家速運動》的下集 在這一集中 我們會一起探討一個歷史上很重要的課題 叫做自由樂體 在進入這個課題的時間 我就問你一條假設性問題 如果你有兩個不同重量的球 一個1磅 一個2磅 然後你就把他們從相同的高度同時放手 那你覺得他們誰會先跌到地上呢? 在大約400年之前 普遍的學者都認為是 比較重的那個球會先跌到地上 他們的理由就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把一個球和一條羽毛 在相同的高度同時放手 那球很快就會跌到地上 而那條羽毛就會慢慢飄到地上 由此推斷 越重的東西 跌到地上的時間就越短了 當時就有一個叫做嘉利略的人 對這個想法表示質疑 那為什麼他會質疑呢? 第一 他當時自己拿過兩個不同重量的球 來做實驗 雖然他不是真的看得很清楚 但他感覺這兩個球好像是同時跌到地上 第二 他就嘗試這樣去想像 假設我有兩個球 其中一個是另一個的兩倍那麼重 那根據當時學者的說法 重點那個是會用雙倍速率向下跌的 如果這個想法是正確的話 那我在放手之前 隨便找條繩把他們兩個球綁起來 就讓他們變成一個三倍那麼重的物體 是否這樣就會令他們同時以三倍速度跌到地上 這件事感覺就好像不太合理 雖然嘉利略有這樣的質疑 但當時要公開驗證他的想法是有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就沒有可靠的計時工具 換了做今日 如果我們要驗證這個想法是很簡單的 例如你可以拿兩個球 從兩米的高度放手 然後用你的手機來計時 就可以知道這兩個球跌落地的時間 都是0.6秒左右 0.6秒是一個相當短的時間 在嘉利略的年代 他當然就不能用手機來計時 那時候是連這一款的古董中都還沒有 那嘉利略有些什麼呢? 當時最先進的計時工具是這個樣子 那你覺得這東西能不能夠量到0.6秒呢? 很明顯就不可以了 所以嘉利略就需要想一些特別的技巧來研究這個問題 嘉利略想出來的研究方法就是這樣的 首先他做了一條傾斜的路軌 然後就找一個波從正子開始在路軌上滑下來 在滑的時候 他就找一把尺來量度那個波軌的距離 對了,同一時間他就用自己的脈搏來量度這個波軌的時間 那整好所有東西之後就開始給那個波軌 然後就數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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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很多次反覆的量度之後 他就得到一系列時間和距離的數據了 那麼這個時間和距離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嘉利略發現如果對每一個時間都拿二次方 那麼時間的二次方和滑的距離就是成正比 這個就是他得到的第一組實驗結果 在做完第一組實驗之後 他就把路軌弄得再斜一點 然後再次重複相同的實驗 看看結果有什麼不同的 又一次經過反覆的量度之後 他就得到第二組的實驗數據了 跟第一組實驗一樣 他發現如果將每個時間都拿二次方 那麼時間的二次方和距離就是成正比了 並且對於相同的時間 這次波軌的距離是變長了 這個就是他得到的第二組實驗結果了 在做了很多組實驗之後 嘉利略就得到以下的結論 無論這條路軌有多斜也好 這個波軌的時間的二次方和他軌的距離 都是成正比的 那麼這件事和自由落體有什麼關係呢? 你想像一下 如果我們將路軌越整越斜 最後斜到變成垂直的話呢? 那麼在這條路軌上軌的波 基本上就可以視為是一個自由落體 所以從這個實驗裡 嘉利略也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自由落體下落的距離和下落時間的二次方 是成正比的 好了,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回到最初的問題 如果我們將實驗裡的波 換成另一個更加重的波 那麼這個波軌到落底的時間會不會變短呢? 嘉利略就找了另一個比較重的波 做了一套一模一樣的實驗 那麼你猜這個實驗的結果是怎樣呢? 答案就是 第二套實驗裡得出來的數據 和第一套實驗裡得出來的數據 是一模一樣的 第一個波用了那麼多時間軌到落底 第二個波也是用那麼多時間軌到落底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了 如果一個物體由靜子開始自由下落的話 他跌到地上所需要的時間和他的重量是沒有關係的 話說嘉利略是一個意大利人來的 根據一個都市傳說 他當時為了證明這一點 就爬上了比薩斜塔上面 然後從塔頂那裡把兩個不同重量的波丟下來 據聞當時地上有一群在圍觀的人 確實目擊到兩個波真的同時跌到地上 至於這個都市傳說是不是熟實呢 現在已經考定不了了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一件事 就是嘉利略發現了 在自由落體的問題裡 下落的距離和下落的時間有以下的關係 就是S和T的二次方乘正比 那麼說到這裡 我就可以告訴你什麼是重力加速度了 到了今天我們是怎樣理解嘉利略的這一項研究的呢 回想一下 雲加速運動方程裡有一條 是S等於UT加2分1AT二次 如果一個物體是由靜子開始運動的話 我們就有U等於0 這樣的話 這條方程式就會變成S等於2分1AT二次了 你看真點這條式 這個就是S和T的二次方乘正比 沒錯 今天我們認為自由落體就是一種雲加速運動 而且這個物體的加速度 是無論它大還是小 重還是輕都是一樣的 將這個加速度度量出來 就是9.8一個MS負二次 我們稱它為重力加速度 用符號G來表示 如果前面說的那些歷史故事 你全部都忘記了都不要緊 你記得這件事就可以了 一個物體在空中自由下落的時候 它是在進行雲加速運動 而這個運動的加速度 是向下9.8一個MS負二次 那你又怎樣解釋 為什麼羽毛會跌得比其他東西慢呢 這個現象就跟一個叫空氣阻力的概念有關 什麼叫空氣阻力呢 我就去到第四課才告訴你 現在呢我想先和你看一條例題 看看我們可以怎樣用 雲加速運動方程 來解決自由落體的問題 那就和以往一樣 例題是有中英文版的PDF提供 連結就放在影片資訊那裡 有需要就自己去下載 那就一起來看看這條題目了 朗亭從1米的高度把一個球垂直向上拋 這個球的初次速率是4個MS負一次 取重力加速度為9.8一個MS負二次 那我們首先來整理一下情況吧 朗亭把球拋出去之後 那個球就沿垂直線在空中自由運動 所以這個球就是一個自由落體了 也就是說它在進行雲加速運動 題目說 那個球是由1米的高度拋出的 所以運動的起點就是地面以上1米的位置 我們就把這個定為圓點的位置 然後呢就要決定哪一個方向是正了 你喜歡選擇向上又可以 向下又可以 今次我們是會選擇向上的 但你也可以自己試試選擇向下 那就先寫下了 取向上為正 然後呢 我們就讀一讀題目裡面提供的數字了 那個球剛剛脫手的時候呢 速度是向上4個MS負一次 另外呢 我們也知道 重力加速度是向下9.8一個MS負二次的 好啦 那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Part A 計算球到達地面的時間 如果我們想找個球到達地面的時間的話呢 那我們考慮的就是 那個球由脫手那一刻開始 去到它碰到地面那一下的運動了 關於這個運動的SUVAT 我們知道什麼呢 首先 當球碰到地面的時候 它的位置是圓點以下1米 所以呢 S就是-1米了 然後我們剛剛說了 那個球剛剛脫手的時候 速度是向上4個MS負一次 所以呢 初次速度U就是4個MS負一次 最後 我們也知道 加速度是A等於-9.81MS負二次的 現在我們就想知道時間T等於多少 那呢 我們就要想一想 在運加速運動方程裡面 有哪一條是包含SUA和T的呢 那一條就是 S等於UT加2分1AT二次了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解開這條方程式 考慮球從開始到碰到地面的運動 S等於UT加2分1AT二次 我們知道 S等於-1 U等於4 和A等於-9.81 然後我們就要找出T等於多少 可以見到 這個是一個一圓二次方程 用計數機裡面的二次公式 就可以解釋到兩個答案 第一個是-0.201秒 第二個是-1.02秒 由於那個球碰到地下的時間 是將它拋出去之後 而不是拋出去之前 所以呢 時間就不會是負數來的 既然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丟掉-0.201秒這個答案 剩下1.02秒這個答案了 所以 球到達地面的時間 就是1.02秒 這樣呢 我們就完成了Part A 接著我們就看看Part B 那就先看一條題目吧 計算球距離地面的最大高度 這次呢 我們要找的是 球到達最高點的時候 距離地面有多遠 所以呢 我們考慮的 就是球從脫手那一刻 去到最高點的時候的運動 關於這個運動 我們又來數一下 S U B A T 之中 我們知道些什麼呢 首先 當球到達最高點的時候 我們是不知道S等於多少 而這個就是我們想要找的東西 然後我們知道 球剛脫手的時候 速度是向上4個MS負一次 所以呢 初次速度U 就是4個MS負一次 跟著 當球到達最高點的時候 它的速度是等於0 所以最終速度V就是等於0 最後啦 跟之前一樣 我們是有A等於-9.8 一個MS負二次的 這樣呢 我們就要想一下 在雲加速運動方程裡面 有哪一條是包含S U V A的呢 那一條就是 B二次等於U二次加2AS 所以 接下來我們就要解開這條方程式 考慮球從開始到最高點的運動 V二次等於U二次加2AS 我們知道V等於0 U等於4 和A等於-9.81 然後呢 我們就要找出S的 按一按計算機 就可以得到S等於0.815米 現在呢 現在呢 我們就回來看看這幅圖 我們剛剛就算到S等於0.815米 現在呢 我們想找的是 波在最高點的時候 距離地下有多遠的 誰知道呢 我們知道 波的起點和地面是距離1米的 所以 只需要在這個1米上面 再加上我們剛剛算到的S 就是波和地面的距離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的 波距離地面的最大高度 是1加0.815 等於1.82米 這樣呢 我們就完成了Part B 搞定 這個呢 就是自由落體問題的處理方法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只需要知道重力加速度 是等於9.81MX負二次 這樣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是雲加速運動的問題 這樣呢 去到這裡 雲加速運動就真的講完了 下一課 好期待啊 真是 我們會進入全個單元2裡面 最重要的課題 就是牛頓運動定律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